今天分享煮成茶叶蛋的做法,不用酱油,茶香浓乳做法超简单 首先准备30个鸡蛋,把它擦洗干净 最好用这种纱布 把鸡蛋的每个角落都擦洗一遍 擦掉粪便和粘东西 洗干净后放入碗里 把它稍微的晾干一下水分 这时候我们不用把鸡蛋敲破 接下来就可以炒一下糖色 锅不用放油,倒入50克白糖,也可以用冰糖 用中小火不停的炒啊炒 白糖受热会慢慢的融化,慢慢的变色 也就是糖色,它可以代替酱油,而且味道更好 炒至早红色时倒入清水 这时候糖色会凝固 但是加热过程中它会很快的融化 接下来就可以全部放入鸡蛋了 焦糖色不仅可以让鸡蛋上色,而且还有焦糖的香 香料很简单就是放三个八角,几片香叶 再倒入一小把红茶叶 先盖上盖子煮五分钟 煮五分钟后鸡蛋就基本快熟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铁勺把鸡蛋敲出裂纹 这样能出细腻的花纹,而且使鸡蛋更容易入味 把每个鸡蛋都敲一下 凝固后的鸡蛋我们就不用担心把它敲破了 然后倒入50克的盐 煮茶叶蛋时水当然是越少越好 刚好摸过鸡蛋就可以 再扣盖小火煮20分钟 20分钟后鸡蛋就基本煮熟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关火 然后把茶叶蛋浸泡一个晚上,使它更入味 煮茶叶蛋时我们不能用铁锅 用铁锅做出来的茶叶蛋味道不好 而且茶间也容易使铁锅生锈 茶叶蛋浸泡一个晚上后就完全入味了 看还出漂亮的花纹了 这样我的茶叶蛋就做好了 无锡加酱油 有浓郁的茶香味口感咸鲜 吃不完的茶叶蛋不用继续泡在茶水里 把它起出来换保鲜盒换冰箱冷藏保存 喜欢吃茶叶蛋的小伙伴们赶紧试试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仙 我们明天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